嗨 大家好 我是莉雅花朵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期裤子的合集 那我为什么想出这个裤子的合集呢 是因为我前两天去逛街嘛 然后我去低速买裤子 我特别想买一条就是穿上特别合身 然后又显腿型好看的 那低速呢 你们也知道 就他们家裤子并不便宜 而且他们家版型都还挺多的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毫不夸张 我把他们店里基本上 所有的裤子的版型都试过来了 真的没有一条合适的 真的就作为离心身材 尤其是像我这种腿型 真的太难了 我就是那种离心嘛 然后但是我的小腿又特别难看 所以呢 今天就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离心女生该如何买裤子 怎么去选裤子才能不裁的 因为现在其实在网上买裤子的话 只看图或者只看吃麻料的话 很容易裁的 大家真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一期 那如果说你的这期主题感兴趣的话呢 就跟我一起往下看吧 那第一点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 大家在平常买裤子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那种大概率会采雷的裤型 就真的是无论模特穿了多好看 就是你看到这个裤型之后 你就赶紧跑就对了 就不要再想说万一我穿上会好看 这个想法都不要有 那第一个裤型呢 就是你只要看见它 你就关掉就可以了 不要再往下看了 这是那个紧身小小裤 反正对我来说紧身小小裤就 没有一条穿着好看的 腿型不好看的人来说 怎么穿都怎么暴露 缺点身材不好的姐妹 真的不要轻易尝试 第二个类型呢 就是包臀直筒裤 直筒裤我们可以穿 但是包臀的直筒裤 我们也是看见之后 有多远就走多远 真的这种裤型就是 无论是它是肥版的包臀直筒裤 还是它是瘦版的包臀直筒裤 都不适合我们理性身材 那直筒裤的话其实它对于我的小腿的限制 没有那么强了 它主要是对于离型 因为离型的话 臀部会非常的突出嘛 就你整体看上去 你的整个腰臀比那里还是特别难看的 所以这两种裤型是大概率会采雷 大家看到就绕开走就好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先暂停一下 然后先看一看自己 告诉我你们身体上 就身材上你们对于 尤其下半生来说 最不满意的一个部位是哪里 像我自己的话呢 我是臀部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小腿线条不好看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 就是同样的问题 或者是理性的话呢 其实臀部这里是一个重点部位 我们买裤子 尤其是买裤子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的重点关注我们的臀部 所以呢我们在买裤子的时候 一定要看我这个裤子的臀部 这个地方的线条 就是如果说是那种 就是非常紧身 修身的这种包臀的 或者是说这种就贴身的那种修身的这种 就能吐出我们臀部线条的裤子 就是它是大概率是会不好看的 所以这种裤型呢 我们需要避免掉 那适合离型身材的裤子呢 我大概也总结了几个版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比较适合那种 VA版型的一个裤子 就这样下来的话 它会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臀部有一个弱化 它会视觉上就是往下这样子去拉 不会把我们的臀 这样子的臀部给显出来 然后有一个小技巧呢 我们就是在买裤子的时候 要看那个腰围和臀围的这个差距 就我们一定要选择 就是腰围要小一点 然后臀围要大一点 还有一个大热裤型 就是阔腿 阔腿裤真的对我们小个子 就是理性身材来说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选项 但是呢 我们在选择阔腿裤的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一个点呢 就是要高腰 因为像我这种身材的话 其实我是一个55分的身材 就真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比例 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高腰去营造出 我们一个腿长的一个 就是视觉的一个效果 底线在中腰 然后最好选高腰 基本上穿上去是不会踩雷的 另外呢 还有一类就是 我经常穿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适合 我离心身材的 就是西装裤嘛 然后大家可能生活里也经常穿 那我们在选择 西装裤的面料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垂略感 强一点的这种面料 因为比起这种 就是比较挺阔的这种面料来说 挺阔面料 它会突出下半身的一个存在 那如果说选不好版型的话 会显得我们下半身非常的臃肿 另外呢 还有一个点 就大家平常会忽视的 就是我们的裤长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很多人会觉得说 挽起来裤脚就会显得瘦一些嘛 但其实并不是的 就对于像我这样 就是腿比较短的人来说 挽裤脚就会显得 下半身会更短 好那么以上呢 要注意的点就大概说的差不多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日常会经常穿 然后我觉得版型面料各方面也比较好的 裤子 好来插一句题外话 希望大家能给我多多点赞 多个收藏 多个投币 你们的喜欢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的第一条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种 就是大阔腿 但是你们看它的版型 就是腰这边收得很紧的 然后一直到胯这边都非常的阔了 这种版型的裤子呢 就我们随便买 就是完全不会踩雷的 就是这种垂直感比较强的面料 就更能让我们的下半身呢 就是线条给弱化了嘛 就非常好看 然后后面 接下来就是这条白色的 这条白色的 我拿过来就是想给你们说一下 就是你们买直筒裤的时候 就要买就是稍微VA一点 就是臀部这里要肥一点 但腰这里是要正好的这种版型 但是这条裤子本身它已经下架了 但我就觉得它版型确实是挺好的 所以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就它也是一个不算高腰 它是一个中腰的裤子 这条裤子就是那种特别合身的一条裤子 而且它的长度也刚刚好就要脚踝这里的一个长度 平常就是非常好搭配 好 接下来一条裤子呢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这其实是我下期探店的一个裤子 然后刚搜到不久 但我试了一下 我觉得面料版型各方面都还挺好的 所以今天出裤子盒就给你们放进来了 就大家先看一下 就这条裤子我想拿来给你们说就是离心身材 选裤子就之前给你们说那个A字版的问题 我们就选了这样的A字版的这个版型 就穿上去的话 绝对看不出来我们的腿型的一个缺点 然后这个长度呢也是刚好就是把我比较粗 已经拉起来看 你们看 就是小腿这一节给遮住了 所以就是也是遮了一下缺点 然后背面侧面都还挺好看的 这种裤型 也挺显瘦的 所以呢我就把这条裤子也放进来了 好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黑色的这种西装版型的一个裤子 那这个裤子呢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对于面料方面的这种垂润感一点的面料 会显得我们整体的身形会更融合一些 然后这条裤子它也是一个高腰的 你们看就今天所有的适合我的裤子 全部都是腰这边的腰围一定要刚刚好 就绝对不是那种腰围会有点松 然后这边有紧的 你们看这个胯这边就是非常的宽 也是一个A版这样子的一个 阔腿的一个裤子 唯一就是它的面料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那种看上去不是特别有质感的面料 所以就是偶尔就平常随便穿一穿可以 但是你如果想要追求一个比较好的质感的话呢 不太适合 但因为今天是主要给你们看一下版型嘛 所以这种版型的裤子是完全OK的 就你们如果看到类似版型的裤子 买的话就不会错 接下来呢就是背带裤 这个背带裤呢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背带裤 其实对于小个子来说特别的友好 因为背带的话怎么 它这个裤型就是完全就是女弹腰围比这里 没有我之前说的那些限制就还挺好的 然后它底下也是有困难的版型嘛 就还挺显瘦的 然后它还挺实穿的 像现在的话就免配短袖什么的 然后呢在过段时间就是稍微天冷一点 然后穿一些胃衣啊毛衣啊 大概在里面都可以搭 然后它还蛮藏身材的 但这样它穿起来又很简厉 所以背带裤是一个日常 特别实穿的一个裤子 好那接下来这条呢就是我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裤子 它是那种比较直头嘛 又比较显瘦的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这样子形种的一个 这种裤子的眼睛是裸不形的那种 上面宽一点上面稍微收窄的 那这种裤型就还蛮适合理性的 你看它这个长度刚好就是还挺显瘦的一个裤型 就不是那种过于宽的那种 然后就可以配一些 上短裤衣什么都还挺好看的 一些瘦 然后这个腰啊 臀啊 还有整个侧面背面的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这两天的话可以单纯 过两天的话 比如搭什么卫衣啊 或者是搭一些 穿带套啊 CONY点套啊 都可以搭 嗯 爷爷 感谢观看